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4日 就是平安夜 先祝福大家耶诞节快乐 当然这个有人称为圣诞节 像我以前因为我们家是天主教的家庭 所以一出生就受洗 可是到了大学的时候 有一年暑假 我把所有宗教的书都看完之后 我决定要走自己的路 那当然圣经其实我还蛮熟的 倒背如流 所以其实中华民国政府 也干过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教育部曾经发公文说 不能说圣诞节 只能说耶诞节 因为说圣人只有孔子跟孟子 所以不能称为圣诞 所以后来才改成耶诞节 所以我们这种党国教育 它有一点在以前那个年代 真的是管太多 那我们每年都会讲这个新闻 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就是北美空天防御司令部 我们以前都称为北美防空司令部 它是美国跟加拿大所组成的一个司令部 主要是由美国总统跟加拿大的总理 来负责指挥 这个机构成立在1958年的5月12日 是由美国跟加拿大 他们把空中的防御力量做一个整合 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第二大城 科罗拉多泉的彼得森太空基地 所以这也是核战的碉堡 假如你看过魔鬼终结者 你就对于这个地方很熟悉 那它会监视所有在北美上空 包括太空中所有的人造飞行器 那以美国总统跟加拿大的总理 当作这个机构的共同统帅 这边的司令是四星上将 在2004年之前 都是由美国空军的上将来担任 之后就由美国海军上将跟陆军上将 都有轮流来担任这个单位的司令 副司令就会由加拿大的将领来担任 那最终耶旦老人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在1955年的时候 美国零售业的巨头希尔斯 那他们在报纸有刊登广告 给了耶旦老人的电话号码 结果没想到这个排版上的错误 这个电话号码竟然就是物质为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话 所以到了耶旦节 有很多小孩子要打给耶旦老人就打到防空司令部了 结果一开始防空司令部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最后知道了以后就将错就错 让每个小朋友开心 当时值班的军官是哈里舒普上校 就答应透过雷达来搜索耶旦老人的行踪 所以以后每年北美防空司令部 都会向全球发布耶旦老人的路线图 在以前他们是用电话语音的方式 后来有网路之后 他们就走向了网路化 所以这就变成他们一年一度重大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舒普上校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位军人 因为他的举动 所以让耶旦节其实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那美国的总统也都会过来凑一脚 所以像拜登夫妇 还有之前的川普夫妇 都担任过接线生来接听电话 另外跟大家补充 曾经在耶旦节有一个休战的事情 就是一个故事 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在平安夜 那那条战线当然在法国 一边是德国 另外一边是英国跟法国 那在第一线的官兵由于过耶旦节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纷纷放下了武器 然后跟自己的对方的敌人交换礼物 那这一个没有正式的休战持续了其实好几天 一直到上级发现了人员的伤亡 有一些异状都没有什么伤亡的情况下 其实双方就把在那条战线的部队都调离了 然后这个故事有拍成电影 不过我要讲虽然我们是反战 不过假如敌人打到我们家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那再回来讲这个有关耶旦老人的行踪 他已经架设了网站 所以目前就可以看得到耶旦老人现在已经在活动了 点自由时报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看得到耶旦老人目前正在移动中 现在正在南半球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这个网站 那在去年乌尔战争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有提停战 不过这个战争就是俄罗斯先偷袭人家的嘛 换成你是乌克兰你敢跟他停战吗 应该也不会 所以耶旦老人现在已经出发了 目前在南半球 然后这几天乌克兰集落了三架俄罗斯的苏凯34 苏凯34这个战斗机其实蛮特殊的 有人称它为压嘴兽 因为它是双座 而且是左右并列的 这个战斗机的布局其实是蛮特殊的 那它基本上是一款对地打击为主的战宏机 所以它整个前机身呢 它有重新设计 虽然是属于苏凯系列的战斗机 可是它的前机身有加宽 所以很多人都会对应它 像美国空军的F-11E 当然现在可以对应F-15E或F-15K这一类对地打击的战斗机 不过它大很多 所以其实它的飞行员进入座舱是从鼻轮这边爬进去的 并不是从外面这个爬梯子 它是从鼻轮这边进入它的驾驶舱 所以它是两个人左右并列的驾驶舱 那主要在对地攻击 那乌克兰他们现在这几天极弱的三架苏凯34的战斗机 是由爱国者反空飞弹打下来的 美国正在开发远征医疗舰 所以这一看就知道双船体的船 当然它是主要用原来的快速运输件来改装的 所以相同的一个设计 当然是由有名的奥斯塔 这个就是澳洲的造船厂 他们专门在建造这种双船体的穿浪型的这种运输船 那在美国之前就有采购了一批高速运输船 不要看它满载才1600吨 它高速的时候可以满载它的速度可以到38节 可以运载543吨 然后363名的官兵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 它已经用了非常多的使用经验 所以也有称为先锋号战区支援舰 那现在改成医疗舰 其实对于整个支援前线的速度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这种远征医疗舰会有124张的医疗床位 还有4间手术室 8张隔离病床 还有32张的轻型护理床 还有8时间的急诊室跟加护病房 德国向量无人机准备要授权乌克兰来生产 那这款无人机使用先进的AI功能 所以可以让它的运用更为灵活 乌克兰目前大概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他们的策略就是要以消灭更多的俄军来当作他们的目标 美军接收第一艘虎金 就是XL-UUV 就是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 那这个是波音的产品 当然很多人一直在讲惠龙 我还是要强调目前看到惠龙比较像一台测试的水中载具 而且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人的 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 可是美国这个是无人的 而且还要看它接下来是怎么来操作跟应用 美国的B1B轰炸机破降冲绳的加手纳基地 那原因不明 不过B1B因为机体老旧跟金属疲劳的关系 目前的妥善率越来越差 少子化的问题不是只有台湾 它目前影响到已开发国家 所以韩国目前开始将他们的部队精简编制 它从昔日的60万大军 现在已经精简到50万人左右 那日本准备要推动预备自卫官 就是尽量大家都要集中品质上面 质的提升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这大家面临共同的问题 国军明年1月就是下个月就要恢复一年期的兵役制度 可是其实人力上面的短缺仍然存在 所以并不乐观 只能救急而已 自由时报最近都在报道大漠计划 那时候有12个梯次 本来准备要出发的第13梯次是扩边 想在那边建立中东的情报基地 可惜因为那边局势的变化就没有成 中信他们会在1月下旬 就是过年前 对于轻型巡防舰的反潜型来开工 当然目前有说会配备先进的托衣式阵列声纳 其实我对于舰体的声纳也是蛮关心的 也希望到时候有让人家惊喜 国军对于海虎军舰落海的三名官兵持续仍然在搜救 那我们就只能祈祷 虽然已经超过黄金72小时 不过在国军舰纸部已经表示还会再延长72小时 希望赶快找到人 俄罗斯动用K51化学手榴弹 那这是一种具有毒性的手榴弹 因为一般人只会携带防毒面具 不会有全套的防护衣 所以他可能会对于皮肤这些也都是有侵蚀性 俄罗斯总统普丁这个普金或普廷常见这三种翻译 好像他愿意停火 可是条件是他要宣布胜利 这目前看起来跟乌克兰想要的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宣布胜利 难道乌克兰失败吗 对不对 俄罗斯准备交付第一批18架的F16给乌克兰 其实我认为乌克兰目前就是把所有他们开出来的清单都拿到了 这时候进行反攻 假如真的反攻无力 乌克兰才会愿意坐下来谈 所以他可能对于即将交付的这些军备啊 期望是很高的 全球百大军工企业 2022年营收是持平 可是前景看价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去年有说中科院啊 就是有几进什么百大军火啊 什么这些其实并没有 因为以全世界的角度来讲 中科院他的营收其实还好 那一则新闻其实我一直怀疑是某些新闻去做出来的 欧洲他们有研发出低噪音的海军螺旋桨 这欧洲的噪剑技术也是蛮先进的 那今天我有做了一集打脸赵少康 他在证件发表会所讲的两点 有关军事上放的烟火 其实这真的是很无聊 就是包括海坤舰的造价 其实用分摊或者不分摊 你把其他的拿掉 海坤舰纯造舰就是261亿嘛 那跟新加坡瑞典西班牙比起来 海坤舰没有比较贵啊 可是他就偏偏要去比209级那个小船 那或者他要跟日本已经造了61艘潜舰的国家比 你只要不把台湾的车子拿去跟日本的车子比 对不对 你们不是都跟玉龙集团很好吗 玉龙的车子去跟头优他比一比啊 对不对 所以只会在那边叫 在那边搅局 MQ9每个国家买的配备都不一样 而且重点是他是FMS 海外军售 那个就是美国政府出来买 他就没有佣金啊 所以哪有什么问题 腾云无人机制空突破20小时 具备全天候监控台海的能力 当然20小时是不错啦 但希望可以再增加啦 因为其实20小时只能算基本的吧 就是大型无人机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看土耳其 他这个TB3 人家有连费32小时 不过TB3可能跟瑞渊尺寸比较接近 对啊 那腾云这个应该跟MQ9的尺寸比较接近 这要等到时候结装放在一起才知道啦 所以土耳其这TB3 大家有没有发现 无二战争里面现在无人机 大型无人机出现的次数都变少 因为双方的防空飞弹啊都往前推了 所以这种大型无人机啊也不便宜 用爱国者去打都划算 这边是上报一个投书啦 就是现在蓝白两个阵营都在讲 你是选择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 他讲的是实话 我们是选择抵抗还是投降 我们不是选择战争与和平 你是选择你要抵抗还是要投降 你想当中国人你就投降了 王浩天先生又写了一篇 第四代战机具备高机动性的关键 其实就是负稳定啊 就是放宽净稳定的技术 这个我们刚好讲F-16的时候 有介绍给大家 美国陆军监盾系统试射AIM-9X响尾蛇拦截飞弹 来验证间接火力的防护能力 那当然他有一点像铁穹的用法 不过因为AIM-9X贵比较多啦 铁穹他用的飞弹其实有经过成本的计算 所以他有压低成本 那因为美国有买两套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回来测试 可是最后美国陆军还是想要开发自己的 所以目前这一套系统就是在测试中 立陶宛跟瑞典为了强化野战防空能力 所以就联手采购RBS-70NG 这个防空飞弹 其实台湾在早期啦 应该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时候 也差一点要买RBS-70 那他现在是NG这个型号 当时应该是透过新加坡差一点点 直接去买当然人家不会卖你啊 因为瑞典就是很机车啊 抓这一点抓得很严格 不卖就算了 就不要买 国防部公告均用上规无人机采购标案 准备用选择招标的方式 那这个预算金额比原来还要多了二十几亿 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吧 希望能够大量的运用 军备局出来讲说 401厂交给陆军采购的夜视镜 使用正常没有遭到退货 那是因为最近又有消息 说401厂帮陆军去买的光放管 就是夜视镜里面最重要那个关键的零件 光放管品质不好 你晚上就看不见 就这样 所以咧 反正军备局嘛 德国有授权匈牙利生产三师步兵战斗车 那这种是履带型的 履带型的其实 它的越野机动能力啊 就比像轮行的好很多 所以这是目前算是非常好的装备 深宝105教练机飞了60年准备要除役 其实瑞典每一年在耶旦节都会有战机编队 只不过往年都是石灸 石灸战机在编队 那今年突然改成深宝105教练机 来编队 那他们编队就是编成耶旦树 给朋友看前几年是JS39 那因为它是三角形的机翼 三角翼 所以由JS39来编队 其实当然就好看非常多啦 那他们会飞越瑞典重要的城市 所以每年在耶旦节的时候 这在瑞典那边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项活动 那我也曾经问过空军说 怎么不找幻象2000来飞一下 有困难 那个空军的幻象2000妥善率的问题啦 所以挤不出这么多的飞机 对啊 那这个要12架就一个中队了 所以空军没有办法 这我去问过 呵呵 我以前有一次很无聊 那这一次他们派来编队的深宝105 这个是双座教练机 而且它也是座位是左右的 这个是高级教练机 它用的引擎其实它有出口到奥地利 奥地利用的引擎就是F51的引擎 那这个飞机就只有瑞典跟奥地利有用 那数量并不多 那它从1967年服役到现在60年了 所以要出役 那之后瑞典就会改用M346 就是意大利的那一款 不过它是把人送去意大利 它没有买 它可能用租的 那它的初级教练机也更换成德国的 德国的G120TP 这个飞机好像国内有看到类似的 这个德国的 其实他们这个初级教练机并不是军规的 可是就是蛮多国家都用这一类的 所以汉翔一直想做这个初级教练机 看起来应该蛮困难的 就是空军可能不是很想投资 所以今年他们就用申保105这个教练机来编队